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Work系列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讲解的是Work的配置工具 上次课呢,我们已经详细讲解了Work的安装步骤 在安装完成之后呢,在所有程序之中会出现一个Work的文件夹 展开Work11G Home之后呢,这个地方有一个配置和移植工具 那么这次课,我们的重点要讲解的配置工具呢 就是Net Manager Net Manager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网络管理器 Work的网络配置管理器 那好,现在我单击它,打开这样一个进程 跳出了这样一个界面,这是Net Manager Net Manager呢,配置什么东西呢 我们展开本地看一下 展开之后呢,你会发现本地下有三个目录 分别是概要文件、服务命名、以及监听程序 那么监听程序呢,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监听程序 监听程序呢,是指Listener文件哈 用于在Listener.ora文件中配置一个或多个监听程序 这个监听程序呢,就是监听客户端是否能够连接上数据库的哈 监听的是网络协议 那现在的话呢,我就来演示一下 Auric的客户端是如何连上Auric数据库的 好,现在的话呢,我使用的是Auric的一个自带的客户端工具 叫做CQ Plus CQ Plus客户端 客户端的话呢,这个命令的写法就是CQ Plus空格 用户名,用户名,斜杠,密码 前提是这个用户名和密码,所有用户已经存在的哈 然后呢,Auric,我们现在是创建了一个数据库 Oric,接下来很快就连接上了 连接上之后呢,比方说这里有张 DEPT表 哈,我们可以查询出DEPT表的记录 也就是说连接成功之后呢 CQ Plus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CQ大语的命令行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输入CQ语句,并且运行 OK,这个就是Auric的一个客户端工具 那如果这个监听程序哈 没有启动,或者说是 或者说呢,这个监听程序出了问题哈 我们的客户端都连不上 现在呢,我是打开了Services的MSC 就是操作系统的服务列表 这个地方有个Auric的一个TLS Listener哈 这就是一个监听程序 那我们这里配置的监听哈 实际上是监听程序需要读取的参数文件哈 参数文件你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是用于在Listener.ora文件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后台的TLS Listener 这个程序啊,会要去读Listener.ora文件的配置 这个ora文件在哪里呢 啊,就是我装的这个APP用程序 去Auric的安装程序哈,找到它的Product的10.0db3 进到Letter Work的Admin,这里有个Listener.ora文件 那么我这个地方的配置管理工具所配置的呢 就是这个文档上的参数 这个文档上的参数,这个叫做Listener 这个监听程序的名字叫做Listener 可以看到Listener,哈,Description是等于Adress是Cindy PC 啊,Protocol是TCP,TCP协议 Host是什么呢?Cindy PC就是我这个计算机的名字 Port等于什么呢?1521哈,1521 其实这个Listener哈,它配置的就是这个信息 当然除此之外哈,它还有一个数据库服务的信息 比方说全局数据库名哈,就是在这个地方 SID List Listener哈,这个数据库的这样一个服务监听 SID List等于SID DSA Global DBLAM就是全局数据库名 ORCL,好,ORC的Home,就是ORC的安装主路径 好,我是安装在E盘的AP Administrator Product 11.1.0,DB-3,好 SID就是我这里所说的LAM等于ORCL 也就是说我这个Listener的这个Letter Manager中的这个监听程序 配置的信息最后会保存在Listener.ora文件里面 然后呢,这个TNS Listener这个进程哈,就会去读取这个文件中的信息 从而监听客户端跟服务器的连接 好,如果我这个文件写错了,就连接不上 或者我的监听程序都没有启动 那客户端更加不可能连接上数据库 好的,这个呢,就是Net Manager的第一个应用 叫做监听程序 如果监听程序出现了错误,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把它删掉 可以把它删掉,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呢,我把它删掉 删掉了之后呢 你会发现,我们看一下 哦,对,它还在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保存 当我保存网络配置之后 再打开Listener.ora 你会发现原来的信息通通都没有了 如果我还要再次增加一个监听程序 选中监听程序 点击这个绿色的加号 出现一个Listener 当然你可以叫Listener也可以不叫 因为我这里什么监听程序都没有 我就点击确定 好,监听位置 监听位置我们选择添加地址 自动添加 因为我现在本机上就装了Org服务器 它可以识别的出来 接下来除了监听位置之后 还不够 还有个数据库服务 选择添加数据库 它默认的全局数据库名是Org8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改成Orcl 好,Org的主目录 记住主目录是哪一节呢 是这一节 Administrator下的Product是1.0 Db-3 当然你们可能没有Db-3 你们可能只有Db-1 好,当我在这个地方配完之后 请记得一定要保存网络设置 接下来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个Listener.ora 是不是就出现了 刚才我们所配置的Listener的所有的信息 好的,这个时候 我们重新启动一下 因为配置文件已经改了 我们可以重新启动一下 重新启动一下 看看 我先退出 Exit退出 看能不能正常的连接进去 OK,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就是LetManager的第一个配置功能 监听程序 好,紧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刚才我这个命令 CQ Plus命令 用的是Squad-Tigle Eta 什么呢 Orcl 这个Orcl 可能大家不清楚的话 可能会以为 我们之前不是安装了一个数据库 叫Orcl吗 这个Orcl 是不是就是数据库的名字呢 其实呢 这个Orcl 准确的来说 并不完全是数据库的名字 那么它是什么呢 看到NetManager 还有一个配置的功能 就是配置 Oracle的网络服务 现在呢 我们展开一下网络服务 结果发现 底下有一个叫做 Orcl的网络服务 先点击服务命名 看一下这里是怎么解释的 这里是 其实是用于配置 本地命名方法 实际上就是配置一个网络服务 那么网络服务是什么东西呢 简单的理解 网络服务就是 IP地址 加端口号 再加数据库的名字 至于是谁的IP地址 和端口号呢 肯定是数据库服务器的 所在电脑的这样一个 IP地址和端口号 OK 当我点进去这个Orcl的服务 你会看到 服务名叫做Orcl 连接的数据库服务器 是Cindy-PC 你可以写 计算机名也可以写 IP地址 比方说127.0.0.1 都可以 接下来端口号呢 是1521 1521 好的 好 保存一下 好 保存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使用CQ+,Squot-Tigo-Atta-Orcl 就能够成功 那接下来哈 我要演示的就是 我们新建一个网络服务 好 网络服务名呢 叫做CindyDB 记住 当我们配置一个服务 也就是配置一个网络服务 是一定要给个名字的 比方说刚才这个 就叫Orcl 这个Orcl 实际上是我们安装数据库 Orcl的时候 自动默认配置的一个服务 现在我重新配置一个叫做CindyDB 下一步 好 这个CindyDB 那么还是TCP IP协议吧 主机名是什么呢 我可以选择IP地址 就是数据库服务器的IP地址 127.0.0.1 1521端口呢 就是Org服务器安装以后 默认的这样一个网络端口 接下来下一步 好 Org的这样一个 服务名 实际上就是Org的SID 我们装的数据库的SID 就叫Orcl 接下来测试一下呢 OK 连接测试成功 完成 出现了一个CindyDB 请注意 这个时候我一定要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接下来 看一下 CQ Plus Squad Tigo 我不再访问Orcl 这个服务 而叫做什么呢 Sindy DB 实际上他们连的是同一个数据库 服务器 OK 我也进去了 也就是说 这个CQ Plus Mini Squad 斜杠 Tigo 用户 密码 ETA 登录的 后面其实显示的是一个数据库服务器的网络服务名 这个网络服务名有个什么好处呢 我们完全可以新建一个网络服务连接上远程的数据库 给远程的数据库的IP地址端口号和数据库名合并起一个叫做某某的这样一个网络服务 接下来我就可以在本机上通过登录不同的网络服务去连接不同的数据库服务器 请记得我们在这里无论是怎么修改配置也好增加还是删除也好 最后一定要保存网络设置 OK 这个就是我们本次课的内容 Work的配置工具 Net Manager的使用 同学们掌握了吗 我们下次课再见